字幕提供 李宗盛 早晨 文錦sir 早晨 各位網友 早晨 看著港股 我們看看可不可以看著它升穿18000 因為現在現貨正在1797多 剛才最高試過17996 差4.1 他都很狼死的了 今天結算 是的 長外結算 今天結算來一腳大腳踢上去 因為我一直都跟大家說 其實上升得17600 他就一定要試萬塊 但是我們的期指是低水的 變成了大家有個錯覺 就未必能走上去 但是他走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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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都去到接近 現在就差12點了 現貨很快要踢踢到上去 因為這幾天 現在這幾天 企匯我差驚嚇是怎樣 今天騰訊終於又走 剛剛走到383 現在380那幾 那些 那些 美團極了 美團120了 去到 昨天 前天前天的美團開始發力了 是的 大四星期几个人跟我说那种似乎 总之就是要留意 这一轮你昨晚其实你们很多时候要留意 美国的金融指数 那个金融指数昨晚升了差不多3个percent 2点多个percent 这些金融指数一升你回来香港 A股一定没有大外 A股没有大外 它港股大脚一伸就伸它上去 今天伸它上来了 来到18,000你还要记住 月尾还没开局 它现在在埋着月尾的单 到了到了18,000 你现在刚刚到了18,000 你现在正在埋着8月的单 9月 9月星期一回来起步 18,000怎么起步 18,000怎么起步 一个月很多就是1000点 嗯 那你是不是望上万九呢 啊 这些担忧 其实很多担忧都已经转了态了 开始看回来 真的很多担忧都转了态了 嗯 它是怨恨市场上不到 哈哈哈哈哈哈 它是怨恨市场上不到 它就不是什么 其实它担忧都转了很久了 8月中已经转了很久了 嗯 今天下午看直播 不是 它现在都转了后风 是好了 它始终现在 是啊 是啊 站了一百天算头上嘛 是啊 是啊 那市是明是好的 不过呢 它是要使你出来的 嗯 你知道不知呢 我今个月 我一早就又说了 不低过173 嗯 五一 没可能 没可能 跌的 那市 它真是扔端去 嗯 扔到我 止蝕了 止蝕了 那之后 我是续回个仓 我是买回三分一仓 嗯 到刚才我才平静一张旗子 嗯 我都没平 我都没平平 那些旗子 一路转仓 一路还拿着 嗯 那我今早早 它见它抽上来 抽到上来 接近万八 那我平旗子 那但是我摆盘在下面买的了 嗯 它低回 那旗子低回一百点 我就续回晓仓了 我不理它了 我应该等它 就是你知道啦 任何运动 任何走势 冲了上去 它一定要休息 你不要当它神 嗯 它休息下来呢 如果有一百点休息 就最好了 如果没有一百点休息 那我现在呢 就不是一百点休息的 嗯 那我是 那我看看几点 几点先 我是 我都是摆了六十点休息的 嗯 就是高位下来六十点 又买回 当然买回 你知道我 我现在精 我知道我敌症很多的 我第一张 和最后那张平仓 都差一百四十点的 就是说我一定吃剩的 所以我就不会一次过平快 这种 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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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我们香港今天就 盛着昨晚美股的气势 嗯 昨晚的美股真的好像很有势 哇 那道指也继续破顶 破顶啊 那道指破顶之余我昨晚 真是艺高人胆 但是我沽完 嗯 他急跌下来 我买回 他又抽了上顶 跟着我在顶上又沽到 那现在呢 我还在沽着道指的 不用输啊 是 我沽着道指不用输的 那 但是昨晚呢 美国的市呢 就真是毒 毒得很教官 先高后低 是的 如果你看蜡子啊 你一看NMedia 就知道 他怎样将那些散户呢 玩弄在股掌之间 是 他用这个 昨天他们又怎样玩呢 嗯 他用险生 一扔 炸散了那个蜡子 我昨天早上 17 217 没买 就已经 嗯 跟着晚上 升回200点蜡子上 升回200点蜡子上来 嗯 我就才开始估它 一路估就一路夾我 嗯 夹到我最后 一加加住 它开始跌了 它开始跌了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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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了 所以就会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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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这股票是很危险,如果你们拿着很重仓,你真的要小心 它三个顶,一个顶低于一个顶了 这一次又转转下来,转穿了 昨晚它最毒的就是,我拿着NVIDIA的put 昨晚开市,那些put打把打到你都不知道 因为早一天已经升了上去 昨天一开出来,NVIDIA不跌 它不跌,它那些put全部打把,就是一百一十五元,一百一十元那些 我看到它很想冲出去买 很想冲出去买,没有,因为自己拿着了,不敢买 昨天这两个一毫多,两元,有五里汁 到尾盘全部都打回去了 因为NVIDIA差不多就叫做日落收 它昨天最低116.7,它后来收117.6 虽然叶之后,它跌了六至八个百分比 跟着缩上去,只是轻微跌了一点多个百分比 然后昨天再继续跌下来,你一下才读 它很纯粹是炒图 因为它如果昨天跌了下去,会有个缩 是 它当时上来封住 封住缩,跟着插穿百二十元 其实是很危险的 我不是危险了NVIDIA 但我提醒你,它真的是一浪第二一浪 它现在呢 这个形态也挺确定的 它这个trend还是向上 不过呢 这些大师经常会有说的 什么三角形 不过它这个三角形 就刚刚越来越尖 就快去 很危险了 不过呢 它现在还在一百元流上 那大家也不用怕的 就是 如果你听他昨天王仁芬说 他第四季 如果那些数据真的入账 其实还是对板的 就是还是赚钱的 不过我是嫌它贵的 那现在呢 最好啦 你现在 我就设定的目标 就是大约呢 就是 它如果下跌一百一十元呢 就是 就是 在一个月之内跌到一百一十元呢 那我就会买了 就是它真的要很快跌下来 就是跌一跌下去 它下面 升上来一百一十元之前的平台呢 我才能 checked 否则就不可态了 嗯 ok 要等的 要买了 等一百元 要等了 还有呢 它昨天 美国 ie出了一些 GDP 是 GDP es 对版 Cr.aaaa 3% 是啊 GDP了��了 是我的 不管你 还不太多 再说 炒经济衰退了 他现在炒这个 的利率と正常化 下个减息就不会说比较不辣地减给你 不要想着一次过减0.5 不过这个我们就表面这样看 我不知道下个星期出浪贩 他又出什么数据 如果出到失业率又很差 新增职位又很差 那可能市场又炒经济衰退了 但是现在你的GDP 如果他昨晚的GDP是向下修正 那你炒经济衰退就合情合理 但不是的,他是向上调的 他之前的预期没有现在这么好的 那就是说美国不死了 美国不死了,你不要看那个美金 就碎到贴着了,弹一下弹一下弹回到10.5 那他就沽回那个欧罗下来 欧罗昨天这个德国出了通胀 就没什么通,好像德国的通胀 看一看 那今晚都提醒大家,今晚还有个PCE出的 是呀,今晚有个PCE出卖就知道了 是呀 今天出日本的数据 是呀,今天都有些日本失业率2.7 另外 凌售销售就下了些了 日本仔 是啊 下了些,轻微下了些 其实高数据都不差 2.6都凌售销售 是啊 是啊 好,看一下外汇市场,日圆点了月 144 下个星期飞,顾老板 是啊 下个星期飞不要紧了 是呀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看着人民币 他追着我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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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阿民说有个拆充故事 人民币呢 现在你看着人民币 人民币就很高 是 很高呢 现在如果两大央行角力呢 那个日圆呢 有机会抽高的 140、141的 是 现在呢 其实呢 就是人 有些 有些 有些盘呢 就是 在 就是市场 告诉我们 其实他们在拆仓 就是之前呢 是有一些动作是做了 例如他们的头串呢 是减了很多 嗯 之后呢 日本仔呢 开始 他原本就是日本仔 他在他加息之前呢 就做了一次干预 嗯 他在干预之后呢 就开始呢 人家呢 就在那一路滲着 一路一路抢着的人 跟着日本仔加息呢 就 就加快了 这个人 这个人 臭性 那 其实呢 就背后呢 就有一些盘呢 就是 和那些人民币交叉 相关的盘呢 就推了 推高了 而令到整个市场 反转了 嗯 所以 就是 怎样去形容给你听呢 就是 就是 找个人员遮住了 那些人民币 这本呢 人民币 如果我拼回个图 呢 人民币还要升 过个销 就是说他们已经有 知了 之前呢 人民币 一个销 一路跌 只一路拉 人民币债下去 啊 人民币这一次呢 原本全世界都在說減息人民幣,在減息 有說說他都會先減息 然後他就去抽個日圓 抽個日圓,抽到別人拆倉 那個日圓還拉低了美金 就漏高了自己的人民幣 撞到一些高手,那就沒辦法了 現在的日圓呢,如果你們想買 他一退到接近147多些 你都可能要買 147啊?還有機會? 真是完美的示範 我又買回一張旗子,又彈上去了 我今天繼續,好,繼續 60點了 是的,我買回 是,好,繼續繼續 好,接著的日圓呢 如果你建議 60到147呢 你不妨買日圓 不妨買日圓 嗯 就是可以看好的 日圓是可以看好的 就是 去到年尾的日圓可能會抽高的 就是現在的市場 都有一些 是倒著它 不是142的 轉13的 轉big figure的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 嗯 跟著 那個 歐羅就倒下來了 昨天就 出完這個 這些數據 英鎊又下了一些 英鎊落到131 哪能買的 未必有130 給你的 是 130 130 80 到131 可以買的 英鎊 英鎊 英鎊相對的 比起 歐羅 比起歐羅是強的 嗯 130 80 到13100 那些位置呢 就能買的 都是低賣 低賣 低賣 澳洲就頂住了60 60 他昨晚是穿過一下 六十八 六十八就頂住了 來到這個位置 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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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點 即68 50 樓上 你試試沽澳洲 是 放一個停在69 是 澳洲我覺得就掉頭 就掉頭 澳洲高估 澳洲高估 因為澳洲 我覺得他會轉 sentiment 就是 央行會放少少英 因為澳洲太高 澳洲太高 那就倒不如 駁紐西蘭 澳洲高 就是紐西蘭 越來越高了 紐西蘭 63了 63 即是上到63 我不建議追紐西蘭 來到這些位置 買下買下買下 買下 63 美元 又會反抽 接著那個家園 家園真的行到 一三四半就頂住了 嗯 就是家園行得到就行 行不到你就可能埋單計數了 就是 一三四半要升穿才有 有 有數位 升不穿就不要制了 嗯 人民幣越行越貴 啊 七零幾 怎麼這樣走過去 不要亂沽啊 人民幣 現在你不知道人行搞什麼 就是市場都怕了它 嗯 OK 好 那一中這個 currency 我們不如說一些虛擬 虛擬啊 越低越低 五萬九 好 它都是咬住在那些位置 沖了上去六萬五 又打回來了 打完東西 我今天要試新東西 我試新東西 我試完我就告訴你 我 我就放了個order 在五萬九 是 那我就試一下 牛牛的新平台 啊 我自己做白老鼠 我五萬九 我試一下 我五萬九 我試一點點 我看看它 它那個運作如何 我如果沒有親身去試過 見過呢 我就說不到那個感受 還有 看看那個 spread 各樣東西 是不是真的沒有 spread 就是我只要擺order 我就 exactly 五萬九 我就會買零點零幾 那些 那些 很少 是 指示它 看下怎麼樣 就是我自己就覺得 它 它真的 那個 大家都知道了 虛擬就 波動會大 但是它也是 又是壞的 又是一浪低一浪 有什麼辦法 它一次 最重要 它這次下來 不要穿 穿最近那次的底 五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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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萬五 那些不要穿 沒有問題 就是 就是 你看它的圖形 來到這些位置 它 了得 了得 上去 就可以了 但是 最重要 下次它再想 一定要過六萬四 它好像 被它摘住了 過來過去 過不了 六萬五 那些位 是啊 六萬四 六萬五 被它頂住 下面就 穿了六萬 現在五萬九 大家都 就是 這些 它有調整 我們當然是 想它 低一點買 嗯 我自己 都還是 還拿著 一些 ETF 的 ETF 我就是 哎 當市行 你不行 你就想沽了它 好像消了手續費 是啊 就是消了手續費 我沽了它 我有其他東西 有其他東西 有機會的 我出去找機會 是 很薄 好 下三 就好過它 是 低調 其實真的 安全 安全 低調 低調 低調它又 它那些 現在又上回750 元流上 嗯 它 下一格 就應該大約780 你給它 這樣就跳上800 不過呢 這個禮拜呢 早兩天 那些基本金屬 就跌了一下 跌了一下 真的很重 嗯 看看這兩天 會不會升得上來 嗯 我看看LMT 那些 那些 就是如果這些基本金屬 是走得上來呢 那就不用太害怕 嗯 這個銅 真的 它升了一升 接著一插插下來 插回兩百元一噸 呢 就很拿命 所以 所以等多一等 我自己覺得 如果那些基本金屬 不能死 啊 接下來那一回合 接下來那一回合 不搞經濟 不推推 呢 就有機會 嗯 再看看油價 油價 油價 剛好彈上來 油價 油價彈上來 其實 油好像 下面 有一點支持位 差一個半 那些位置呢 72元那些位置 好像是拿著 其實昨天最誇張的是天然氣的 今早 是的 油價也是 油壓了我的stop 嗯 油價 那些外面街 開始有些 看跌了三十元油 嗯 油呢 搞到我呢 哆哆乱 跌了三十元油 你說怎麼辦 嗯 嗯 那 就是 那 就是 人家那個 那個 那個看法呢 就 有些 就是 你覺得他有些 道理的 嗯 但是就 要時間啦 我就覺得你 你如果是 是 跌落四十元 那 你起碼 七十元 還沒穿 很難說 跌四十元 嗯 就 就重要 他份報告昨天出 跌穿四十元 他馬上抽了兩元 上去 什麼都 什麼都 沒有話可說 看看油應該怎麼做 那個油 那個油你給我 我都是沽的 沒得買的 高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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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 是 66.7 有高沽 6號指 是 你看 天然氣 天然氣 兩個有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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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上去 昨晚他出 那時候沒有爆的 是啊 他什麼時候爆上去的 因為他昨晚出這個庫存呢 我有看的 就是我就是看 啊 出庫存 星期四 沒什麼搞 如果你看回 12點多才爆上去 我這裡看 就 早點 9點半 9點半 10點 9點半 10點 現在是炒 十月份 是啊 十月份 他這樣 跳崖的跌到下去 好像穿 然後 炒上來 然後破頂 有沒有搞錯 好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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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天 我記得了 是轉月份 嗯 轉月份 又高水 高水 它沽了一陣 下來 轉月份 又高了水 現在這樣彈上來 如果你讓我做呢 我照看下去 他就應該擺個命令 在219 或者兩個2 呢 嗯 我就擺個命令 兩個1號9 了 賣命令 嗯 你就擺回 40分子 高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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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大都高沽 嗯 你頂穿我兩二 我投降給你啊 或者你兩個2沽 你就穩陣 219 2個2我又怕他不到 219到2個2之間 那些維穩 嗯 嗯 好 接著我們還沒說過金 不過金是有點悶悶的 這陣子 這陣子呢 那個力度呢 就不夠 但是它跌不下 是 它真的跌不下 我還以為它每天六十多元 沽下來三十多元 就被你買到喔 接著又彈倒上去喔 連續幾天都是這樣的喔 嗯 十五元的波幅 嗯 今天它是在上面沽下來的 今早早它在上面沽 今早早 九點的時候買過浸上去喔 是啊 買過一下 買過五元的 都 看一下有沒有 都有啊 是啊 買過五元上去 然後沽下來的 最高的 是啊 買過五元就沽下來 最高的 五三 是啊 它 我現在呢 就只有一張 又沒有 不敢 因為怕沽了又買不回來 嗯 買多又怕它扔下去 現在就是被它玩死了 因為連續幾天都是上到 接近六十元就沽了 二十元 嗯 嗯 就是 金 上高好像卡住了 那樣 就是金呢 看看在什麼位置 那個金 大家不要這樣說 留下一個半個才是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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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A-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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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50 A-50 11711,A50又危險了,又站在頂上 11677,Sale Stop 11677,Sale Stop 好,看看,有網友想問,SDOW做得沒有? SDOW做得沒有? 剛剛聽說,美股是不對版,可不可以做這些? 我感覺到,他們是這樣了個字,是去到要出貨的做法來的 但是,是不是這個時刻轉角呢?我又不敢說實你聽 我幫你看一看,因為昨天的納紙這樣扔了下去,拉回來 你昨天是不是V字呢? 他先低,後高,再做低 其實昨天是NVIDIA 最主要是NVIDIA 其他的響 如果你... 你現在沒有一個人 你太多人了 你會去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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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去参加 你會去参加 你會去参加 如果這奈紙,再上去参加 那奈紙 那奈紙真的 真的就坏了,不要看那些图,看那些图真的很明顯是沽下來的 道指如果這樣就三頂 道指,我看看道指 道指像三 因為,又要轉倉,道指就不是,道指還沒死得 你不要去做太多道指 兩項你不做太多道指的,它的走勢是很強 第二,昨晚GDP的錢會在納指那裡轉炒道指的 傳統經濟嘛,GDP有增長,炒傳統智慧,炒傳統經濟 所以前兩天,Kelvin說銀行股也會升 是啊,是啊 你如果是這一陣子,你就搏什麼呢? 我看這個納指是真的有一點點危 反而你的道指還在向好 如果選了沽的話,沽納會好些 因為那個勢是比較頑皮的 如果你開過一個月的納指的走勢來看 NVX 我就看納指就好像比較穩 嗯 道指就好些 這個月的納指是真的見了頂一級一級的下 嗯 真的有一點點 嗯 馬上有網友問,SQQQ是否要加倉這些位置 哈哈哈,加倉就是你熬了很久的啦 一定熬啦,有熬啦 是啊 那就看情況吧 我就沒有了,現在在想幾次 沒有啊,我也沒有那些 沒有那些 沒有那些,反而它 就是現在 現在真的要看清楚才是很入市 是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就是見頂的味道 但是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我們的行指就真的很硬 正 又賣上去 是,那我們最後回來看一看那個港股啦 剛剛剛剛有網友都提到這隻388港交所 其實我也想說 是啊,今天,告訴你這些很明顯是 是一個window dressing來的 今天,那隻港交所 是那天剛剛到千億 今天有五元升幅喔 是啊 很給面子的 真是很給面子的 就是,我們大家如果是炒開股 你一看過去,你都會看到 哇,今天的港交所 真是帥仔喔 對版的喔 兜底,挺漂亮的 還有它的圖是一路一路 就是,他們都說 我不知道 不止 在港交所 啊?聽不到 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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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啦,那我們今天就 就火上加油吧 跟港交所打打氣 慢慢過了 其實現在這樣會不會怕高追呢 這些就是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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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意一下 稍後勁哥金潘有沒有推介 好啊好啊 好我們 真的假如買 好了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今天就和港交所打打氣 我們現在會先去廣告的break break 稍後回來有勁哥金潘實戰攻略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其他人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訂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概不負責 同時recker finance所提供之 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招攬、邀請、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新術 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無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cker finance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recker finance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cker finance立場 前後有一部版本公司 フォル